超商内用区 一颗颗轮胎竟然摆满满 就像堆了个小型的轮胎山 难道是超商做起卖轮胎生意 有网友po文说 原来是双十一魔力还在 电到电无极限 这轮胎应该有五十几颗 实际来到位在桃园的超商 轮胎还堆在座位区 只是有民众纳闷 竟然会有人网购轮胎 原来是机车行老板的儿子 看准双十一活动帮客人叫货 轮胎看起来很大 但符合超商规范 最长边只要不超过45公分 长加宽加高 合计也不超过105公分 重量少于5公斤就能配送 双十一热潮延烧到全台超商 货架上塞不下 还得占用到走道 柜子被大大小小的包裹塞爆 定员从早忙到晚 要结账要礼货 成了双十一最辛苦的一群 三级新闻十明期 国际圈群青桃园报导